唐德宗建中年间 周城里有一家姓沈的父母 娶妻和氏 生了三个儿女 等到姓沈的年满三十以后 花钱从巷子里买回一个姓安的漂亮小妾 安氏很会来世 常常暗地里与和氏较劲 和氏当然不肯让安氏骑在头上 常常背着姓沈的父母 拿家法教训安氏 和氏来自大户人家 姓沈的自然不敢怠慢他 经常在妻妾两边行走 与路均沾 安氏多次缩使姓沈的疏远和氏 无奈姓沈的惧怕和氏家族的势力 不敢唐突 这一天晚上 姓沈的歇宿在安氏的房里 和氏独自睡眠 半夜里突然梦见一个鬼脸夜叉 身长一丈多 伸手在和氏的胸前掏了一个洞 塞进一个臭烘烘的脏东西 和氏吓得惊醒过来 自此后落下了心口疼的病症 一疼起来就出虚汗 汗液臭不可闻 接连来了几个医者 开了一些药方 却不见效 自从和氏生病后 卧室里弥漫着一股怪怪的臭味 就算一天到晚燃着香草 也遮掩不住 姓沈的不再去和氏的房间 天天晚上歇宿在安氏的房间里 渐渐的 和氏的身体越来越弱 小半年后 已经面目浮肿 不能下床行走了 安氏原本每天早上来请安的 后来渐渐的怠慢起和氏 最后索性不来了 姓沈的被他迷住 早已答应 只等和氏一死 就将安氏扶正 和氏曾经派小丫鬟对姓沈的讲 让他请能人义士来家宅看一看 他是不是中了要挟 无奈姓沈的早已对他心生厌烦 借口太忙 不予理会 这一天 和氏的姐姐来探望他 和氏哀求姐姐 帮忙请一个能人义士来 姐姐告诉他 他家五十里远的高山上 有一座道观 其中有一个姓邱明转机的老道长 具有驱魔除鞋的本领 不如去请他来看一看 和氏答应下来 哀求姐姐去办理此事 姐姐回到家里 对丈夫讲了此事 丈夫便去道观里请来邱转机道长 静止去了沈家 姓沈的不敢怠慢 腾出一间上房安置好邱转机道长 盛情款待他 邱转机道长详细地询问了情况 又去探望了何氏一眼 点点头说 这是中了邪术 晚上带我在庭院里转一转 就能见分晓 当天晚上 月明风清 邱转机道长 在庭院里仗见做法 嘴里念念有词 忽然 一只怪鸟落在夫人房间的屋顶上 叫了一声 邱转机道长长见一指 飞出一阵烟雾 变成一根绳索 将怪鸟捆绑了起来 邱转机道长一招手 怪鸟到了他的手上 变成了一块枯骨 上面画着符咒 他微微皱眉 口吐火焰 将枯骨烧成了粉末 就在这个时候 传来小妾惊恐的叫声 紧跟着 姓沈的跑到邱转机道长面前 哀求他就一救安氏 邱转机道长 跟随着姓沈的 快步到了安氏的房间里 只见安氏披头散发 壮如妖魔 看见邱转机道长来了 安氏跪在他的面前哭诉起来 原来 为了让姓沈的疏远和氏 自己尽快上位 安氏托人找到巫师 对和氏施展了邪术 意图要了和氏之命 如今邪术被破 安氏遭到反噬 他感觉浑身的血管里 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在奔涌 让他发狂 安氏恳请邱转机道长 出手搭救他 邱转机道长摇头说 此等邪术太过邪恶 一旦施展 不可逆转 必然要取人命 我也无能为力 怪只怪 当初你就不应该心生歹念 如今祸及自身 毁之完也 说吧 邪转机道长转身出去了 安氏发狂一般绕着屋子奔跑 突然大叫三声 倒地而亡 邪转机道长望向安氏的屋顶 只见一缕红光 破屋而出 飞向西边 瞬间消失在夜空中 邪转机道长画了一道符咒 烧成灰烬 然后将灰烬化在水里 令人端给和氏服下 和氏喝下后 当即吐出半盆又腥又臭的乌黑的东西 恢复了正常 这以后 姓沈的不在内切 自古以来 妻妾争宠引出许多灾祸 经此一事 他已经醒悟过来 不再贪恋美色 安心地守着和氏过日子 唐代宗广德年间 书生齐游文过了十八岁生日 第二天告辞父母 带着老仆 去山外古寺里 清静读书 这座古寺有几百年历史了 年久失修 香火不忘 只有三五个和尚 齐游文住在后院 日常起居由老仆照料 他几乎足不出户 一心一意地读书 每一天晚上 吃过饭后 老仆早早地到隔壁房间里睡下 齐游文则挑灯夜读 往往到三更 以后才熄灯睡觉 这一天半夜时分 齐游文正在苦读 忽然灯花一暗 屋里多了一名美女 含笑看着她 眼里尽是情意 齐游文冷笑一声 说道 深更半夜来此 定非常人 不过 可能你枉费心机了 我只想一心读书 不会为美色所动 不管你是何方神圣 还是请走吧 女子面露不快 说道 我特地来和你续前缘 想不到你如此傲慢 要不是前世 我俩是夫妻 谁会搭理你 齐游文笑着说 就算我俩前世是夫妻 可是 今生你必非人类 这一点 我没有说错吧 女子说道 没错 我是狐仙 确实不是人类 但是我已经修炼成仙 完全有资格和你结为夫妻 你也不要不分清红皂白 一口拒绝 还是先听听我俩之间的渊源 再表态吧 齐游文放下书本 说道 你姑且讲来 我愿洗耳恭听 女子讲了起来 前一世 齐游文是姓张的书生 女子名叫翠花 两人奉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 结为夫妻 那直到结婚不到半年 两人坐船游湖 突遭风暴 小船侧翻湖中 船上的六人全部遇难 两人就在其中 张书生和翠花的魂魄手牵着手 来到一座古寺 找到老方丈 希望他帮忙 来世让两人继续做夫妻 因为今世的夫妻还没有做够 老方丈是翠花的生父 翠花十岁时 父亲信佛 出家当了和尚 成为得道高僧 那知道老方丈甚是无情 说道 我已经出家 脱离凡尘 早已斩断尘缘 你我之间 早已没有妇女之情了 你们快走吧 将他们赶了出去 两人的魂魄 来到阴司 阎王爷翻开册子 让张书生 投生为旗游文 让翠花 投生为狐狸 再说老方丈 有一天心血来潮 掐指一算 得知女儿命不好 沦落为畜生道 心里很不好受 她虽然口口声声说 已经斩断尘缘 但是妇女之情 却又如何断得干干净净 想起女儿的魂魄 哀求她的往事 她决定满足女儿的心愿 老方丈找到小狐狸 传授道法 十几年后 女狐入了法门 能够变换人形 并能通晓前世之事 所以当齐游文出现后 她迫不及待地找上门来 要和她重续前缘 女子讲完 齐游文却冷笑着说 你真会编故事 听起来像模像样 可是 我不是三岁小孩 一个故事就把我糊弄了 除非 你能证明给我看 我的前世就是张书生 女子张口结舌 哭着走了 第二天早上 来了一个小沙迷 口称老方丈有请 齐游文华盲站起来 跟在小沙迷身后 来到方丈室 恭恭敬敬地跪在方丈面前 虚发揭白的老方丈睁开眼 举起手掌 只见手掌上出现画面 从张书生和翠花遭遇风暴开始 一直到张书生在阎罗殿接受问询 再到匠生为齐游文 最后住静谷寺里 一气呵成 让人信服 画面停止后 老方丈问道 这一次 你应该相信了 你的前世就是张书生了吧 齐游文点点头 忽然抬头问道 难道 你就是翠花的生身之父 老方丈点点头 叹口气说道 阿弥陀佛 帮人帮到底 送佛送上天 我随你去见你父母 为翠花提亲吧 老方丈见到齐游文的父母 将前因后果奖了 既然有得到高僧开解 父母欣然同意了这门婚事 丝毫不计较翠花 是女狐 过了不久 两人结婚了 女狐仍然用翠花这个名字 后来 他们生育了四个儿女 在翠花的影响下 齐游文不再读书 开始学佛 修身养性 齐游文七十岁时 夫妻俩双双去世 子孙们依照遗言 打造了一口大棺材 将它们和棺葬在一起 初避那一天 台中的觉得棺材很轻 打开一看 里面竟是空的 子孙们给两人造了一座衣冠种 1795年 大清朝的乾隆皇帝去世 葬礼无比隆重 陪葬品也品目繁多 其中就有一条克斯陀罗尼经被 这条克斯陀罗尼经被 长两米 宽一点三八米 面积大约三平方米 在清会典 葬礼中有明确记载 至今泛字陀罗尼黄断席 绣九龙黄断席各衣 内衬之金五色泛字陀罗尼断五 各色之金龙彩断八 凡石有三层 要造就这样一件克斯极品 是不简单的 一位熟练技师 用葬灵羊绒 香张绒 金线等材料 采用双面克斯之旧 得耗时好几年的时间 据专家估算 如果按照每天工作八小时计算 一个人至少得两千二百零八天 才能完成 故此有了一寸克斯一寸金的说法 足见其珍贵无比 如此珍贵的陪葬品 本来要跟着皇帝老儿在地底下 永远埋没的 但是到了民国时期 事情出了转机 有个叫做孙殿英的军阀 手里缺钱 打起了青东陵的主意 曹操缺军费 派摸金校尉暗中行动 偷偷摸摸地干活 孙殿英够牛气 不需要摸金校尉 直接开炸 当然 他也害怕舆论 就假借军演之名 行盗墓之时 1928年夏天 孙殿英派士兵 炸开了慈禧的定东陵 疯狂地抢劫 可是 他觉得东西太少 又打起了乾隆御灵的主意 令士兵炸开了地宫的石门 将墓室的财物洗劫一空 整整装了几十辆大马车 但是 孙殿英绝对是一个大老粗 眼里只有金银珠宝和古丸 却错过了很多价值连城的文物 比如 乾隆墓中大量的字画 被他忽视了 或许 他知道乾隆非常喜欢这些名家字画 留着给这位皇帝老儿在地底下解闷 当然 盖在慈禧和乾隆尸身上的两条克斯陀罗尼经被 也被这些穿着军装的强盗忽视了 尽管孙殿英找了借口 盗墓的事实终究还是暴露了 末代皇帝溥仪得到消息 与悲愤之余 派人前去查看 整理墓室 安抚地下亡魂 此时的清皇室 早已经没有威望了 这些派去查看的人 趁机把剩余的宝贝截留了 带回家中 乾隆的这条克斯陀罗尼经被 就此流落民间 时间过得飞快 时间转眼到了2005年 在北京举行的一场拍卖会上 这条克斯陀罗尼经被出现在拍卖会上 那时标价8万元 标牌上写着清末黄段子袈裟 这件绝世珍宝 在当时竟然无人识货 这时 一位姓秦的先生看到了这件拍品 他其实也不识货 不过他喜欢收藏 当时觉得这件袈裟比较怪异 真正的袈裟都是一小块一小块的布片缝制而成的 这件袈裟却是用一整块黄段子制成的 而且袈裟表面花纹精美 历层暗纹精致 隐约间还能看见字符 直觉告诉他 这不是一件普通的袈裟 当即以九万元买下来了 回到家后 秦先生迫不及待地把袈裟拆开一条口子 想确定里面是什么东西 一件布满梵文秘咒的精臂出现在眼前 就此 这条克斯陀罗尼精臂得以面试 为此 秦先生还特意找到乾隆皇帝的第六十孙爱新觉罗 欲从 经过他辨认 确定是乾隆皇帝的克斯陀罗尼精臂 后来 经过专家们详细考证 也证实为乾隆皇帝的遗物 秦先生无意间 捡了个大漏 价值连城 克斯陀罗尼精臂 被民间称为 往生臂 死者入关时 覆盖在遗体上 上面绣着梵文的诸佛菩萨真言秘咒 可以让死者快速超脱 往生极乐世界 大约三年后 也就是2008年 北京华都饭店 举行了新年第一次拍卖会 来了好多收藏家 不过 他们都是冲着那条 克斯陀罗尼精臂来的 最后 经过十一轮的激烈竞价 最终以7205万元成交 对于这个价格 秦先生并不满意 认为还有不少的上升空间 五年后的2013年 这条乾隆的克斯陀罗尼精臂 再次现身拍卖会现场 最终以1.3亿的天价成交 轰动一时 唐宣宗时期 偏远的小山村里 有一个人称护武郎的农夫 儿子小宝快要过周岁了 他到集市上买了两坛酒 挑着回家 卖酒的阿四 是他的远房表亲 留他吃了中饭 喝了几杯酒 走到半路上 护武郎不胜酒力 困意来袭 索性把酒坛放在路边 倒在草地上睡了 等到他醒来 太阳已经天息了 他急忙站起来 挑起酒坛子就要上路 却大吃一惊 因为酒坛子是空的 一点分量也没有 护武郎急忙放下酒坛子 检查起来 他发现酒坛子的风泥好端端的 却为何变轻了呢 他摇了摇酒坛子 里面确实没有酒了 真是天大的怪事 才睡了不到一个时辰 酒坛子的酒 怎么会神秘的消失了呢 护武郎细细查看风泥 发现风泥上有个小孔 他揭开风泥 往酒坛子里探头查看 里面空空的 什么也没有 他又检查另一只酒坛子上的风泥 也有一个小孔 他揭开风泥 只见潭底躺着一只白白胖胖的小虫子 小虫子似乎昏睡着没有醒来 护武郎用手指捏起小肉虫 就要往嘴里放 这一代的老百姓 有吃虫子的习惯 有的炒着吃 有的烤着吃 护武郎喜欢生吃 突然 护武郎听见一个声音喊道 别吃我 吃了你会后悔的 护武郎吓了一跳 慌忙直起腰 四处查看 却没有发现人影 难道是小虫子在说话 他狐疑地看向小虫子 只听小虫子说道 没错 是我在说话 我是千年的九虫 原来 九虫从此路过 闻见九香 忍不住把两坛酒喝完了 酒一来袭 故此躺在坛底里睡觉 简直是胡说 护武郎说道 我听老人白骨 讲到过九虫的传说 九虫一般都在酒方里 或者人的肚子里 怎么可能出现在荒郊野外 九虫说 那是一般的九虫 倒横不过上百年而已 我是千年九虫 身上可以长出翅膀 自由地飞翔 你如果不相信 可以把我放在地上 我飞给你看 护武郎一眼 把九虫放在地上 九虫果然生出一双翅膀 它扇动着翅膀 像蜻蜓一样飞了起来 护武郎担心它飞跑了 一把抓在手里 说道 你不能走 陪我两坛酒 九虫说 你我也算有缘 既然吃了你的酒 那就帮你发家致富吧 你先把我带回家 护武郎把九虫带回家后 九虫让他在两个酒坛子里灌满水 他跳进酒坛子游了一会泳 护武郎一尝 果然是好酒 护武郎问道 你如何帮我发家致富 九虫说 你准备一间仓库 里面放十个酒坛子 装满水 我半个月来一次 酒坛子里的水 都会变成美酒 你把酒卖了 每个月二十坛子酒 还不够你发财吗 护武郎问道 你要到哪里去 九虫说 我要飞出去 找几个大酒方偷酒喝 护武郎说 你要是不回来怎么办 九虫说 我虽然不是人类 却也和人类一样 讲究信用 一诺千金 你要是不相信 我可以发个毒誓 他果然发了一个毒誓 护武郎让他走了 半个月后 九虫果然飞了回来 跳进十个酒坛 子里游泳 十个酒坛子的水 都变成了美酒 美酒拉到集市上 被抢购一空 这以后 九虫遵守诺言 每隔半个月 都会飞回来 护武郎每半个月 卖掉十坛美酒 两年后 变发了大财 照这样下去 护武郎早晚会成为大富翁 想一想这种美事 他都会不由自主地笑出声来 九虫每次来 在水里游过泳后 都会躺在酒杯里休息 和护武郎闲聊一阵 护武郎最喜欢听他讲一些稀奇古怪的故事 每一次都听得津津有味 这一天 天气寒冷 护武郎在家里烤火 九虫从酒坛子飞出来 落在桌子上的酒杯里休息 一人一虫闲聊着 过了一会 护武郎困意来袭 睡着了 九虫也在酒杯里睡了 护武郎的儿子小宝 已经三岁多了 他来到护武郎身边玩耍 一不小心 绊倒了酒杯 酒杯掉进了火堆里 护武郎听见九虫发出一声惊呼 猛然醒来 已经晚了 九虫被烧成灰烬 护武郎欲哭无泪 成为大富翁的梦想就此破灭 这真是人间惨剧 唐玄宗开元年间 书生顾万寻科举诗意 便把心思转移到山水上 足迹踏遍大江南北 游览天下风景 这一年秋末 顾万寻到了北方 一头钻进了深山老林里 观赏山景 流连忘返 这一天 他看见崖壁上长着一株百年灵芝 攀岩上去采摘 立足不稳 摔了下来 小腿扭伤 无法行走 好在顾万寻做了充分准备 自救能力也很强 便找到一条小溪边 搭建了简易的窝棚 住在里面休养 饿了就掉小溪里的鱼烤着吃 渴了就喝小溪里的水 或许是营养跟不上吧 伤处一直没有消肿 走起路来伤处疼痛不已 这一住就到了冬季 北方的冬雪来得早 这一天晚上 顾万寻被冻醒 身头往外一看 外面积了厚厚的一层雪 天空中还在飘着雪花 第二天上午 顾万寻忍着疼痛 砍下了许多树枝 把窝棚加厚了一层 遮挡风雪 然后拿出所有的衣裳 盖在身上 躺在窝棚里 猫冬 小溪早已结冰 好在她准备了许多鱼竿 可以支撑一段时间 然而 第一场大雪 出乎顾万寻的预料 断断续续递下了半个多月 小溪里虽然可以破冰饮水 但是却钓不到鱼了 而鱼竿早已经吃得所剩无几了 这一天 吃完最后一个鱼竿 顾万寻心里充满绝望 躺在地上昏昏沉沉地睡去 等到她饿醒后 爬出去喝了一肚子凉水 然后又爬进窝棚躺下 就这样饿了五天 顾万寻奄奄一息 眼看就要魂归西天了 这时 一个男人 钻进窝棚里 拿出一罐子奶水 喂给顾万寻喝下 顾万寻终于缓过境来 说着感谢的话语 男人笑着说 我这样做是应该的 是为了报答你的救命之恩 顾万寻打量着男人 问道 恕我眼生 没有认出来 不知何时救过你的性命呢 男人笑着说 这个不是重点 以后再告诉你 然后冲着外面喊道 老婆 进来吧 光亮一闪 爬进来一名女子 长得很是美丽 男人说 为了让你活命 我把老婆借给你 不过 我丑话说在前面 你不得无礼 不然 我就翻脸不认人了 说完 男人就走了 女子合一 躺在顾万寻的身边 不一会儿 窝棚里暖和了许多 到了吃饭的时候 女子就解开衣衫 挤出奶水 端给顾万寻喝下 顾万寻 寻问起她的家事 女子自称姓璐 一家四口 夫妻俩加上两个孩子 住在山那边 昨天晚上 丈夫听说顾万寻困在这里 便带着她寻找到这里 姓璐的女子笑着说 我在秋末生了小孩 奶水充足 孩子已经断奶 因此才送奶水给你喝 现在是寒冬时节 也找不到合适的东西吃 只好让你委屈一下了 顾万寻连声道谢 又询问起女子 何时救过她丈夫的命 女子笑而不语 问多了 她就让顾万寻以后 询问她的丈夫 一转眼 十几天过去 大雪终于融化了 顾万寻的腿伤也好了 这一天晚上 姓璐的女子告辞而去 她爬出窝棚 变成了一只母鹿 飞快地走了 很快就消失在密林里 望着母鹿的背影 顾万寻猛然间想起 她确实救过麋鹿一家 那还是大约两三个月前 顾万寻在对面的山上游玩 忽然听见麋鹿的叫声 走过去一看 原来两只麋鹿掉进了陷阱里 这两只麋鹿一公一母 是夫妻俩 顾万寻心生怜悯 花费了好长时间 最终将两只麋鹿解救了出来 她心里无比欣慰 那一只母鹿 鼓着大肚子 怀着身孕 快要生产了 她不但搭救了麋鹿夫妻俩 还搭救了腹中的胎儿 可谓功德无量 如此看来 麋鹿夫妻俩得知她陷入困境 特地现身来救她 让母鹿用奶水喂养她 让她得以在寒冬里活了下来 想通了此劫 顾万寻心存感激 冲着远去的母鹿跪下 扣了三个头 几天后 顾万寻下了山 启程回家 她十分思念家中的妻儿 要是她这一次动恶而死 家里的妻儿怎么办呢 这可是她以前从来没有想到的问题 这以后 她再也不出远门了 在家里守着妻儿 过着安逸的日子 鸽子鹰也会说话 正是他们的一番言语 让小孩逃脱困境 挖出一尊神兽石像 引发出一段神奇的故事 客观不要急 故事得从头讲起 唐县宗园和年间 小山村里有一个姓名的小孩 和母亲相依为命 为了生计 她给财主家放牛 因此人称名牛娃 她这人很勤奋 放牛时也不闲着 减食干柴回家 累积起来 拉到集市上去卖 这一天 牛在半山腰上啃草 忽然窜出一头饿狼 在一头牛的腿上咬了一口 这一头牛疼痛不已 亡命狂奔 竟然跳下悬崖摔死了 名牛娃顿时惊呆了 按照约定 她要赔偿财主家 一头水牛 可是 她家贫困不堪 她一年的工钱 也才三斗米而已 哪里拿得出赔偿的钱呢 她哭哭啼啼地下山 对财主讲了 财主派人把死牛抬回来 把另一头牛赶回家 不准名牛娃放牛了 名牛娃回到家里 将此事对母亲讲了 母亲也惊呆了 顿时哭了起来 到了傍晚 财主带人来索赔 限期半个月拿出赔偿的钱 否则就将他们母子赶出家门 用地基做底 说吧 财主气冲冲地走了 母亲急得六神无主 把名牛娃责骂了一顿 名牛娃吓得躲进了深山里 晚上藏在山崖下的缝隙里睡觉 就在她迷迷糊糊的时候 忽然听见了说话声 她努力地把眼睛睁开一条缝 瞅见一棵树上 蹲着两只鸽子鹰 是他们在说话 她想站起来 却动弹不得 只听一只鸽子鹰说 听说有一只神兽石像 用木棍敲打一下 就会掉落一坨银子 大约五钱左右 虽然说一天只能掉一次 累计起来 也能让人便富 另一只鸽子鹰说 确实存在这么一只神兽石像 是远古时期的宝物 只可惜埋在地下 无人知晓 其实 它就在这棵树下 大约九尺深 就在这时 名牛娃猛然清醒了过来 她问道 老伙计 你们刚才说的是真的吗 可是 这两只鸽子鹰却不说话 鸣叫了两声飞走了 鸣牛娃为何要喊他们 喂老伙计呢 因为它是这两只鸽子鹰的救命恩人 三年前 鸣牛娃放牛时 猛然发现崖壁上的鸟巢里 盘踞着一条巨蟒 正在吞食鸟蛋 而上空中 鸽子鹰夫妻惊恐地叫着 却无可奈何 鸣牛娃赶走了巨蟒 发现窝里只剩下了两颗蛋 这两颗蛋孵出了两只鸽子鹰 他们就像知道 鸣牛娃是他们的救命恩人似的 经常落在他的身边玩耍 因此 鸣牛娃才会称呼他们为老伙计 鸣牛娃回家拿来锄头 连夜把神兽石像挖了出来 神兽像急了传说中的皮羞 大约三尺长两尺高 他拿着木棍敲击了一下石像的屁股 果然掉下一块银子 他大喜过望 把石像扛回家里 半个月后 鸣牛娃偿还了财主一头牛的钱 剩下的银子改善生活 财主见他一下子拿出这么多钱 盘问起来 鸣牛娃不知人心险恶 讲了神兽石像的事情 当天晚上 财主带人破门而入 抢走了石像 古代的财主 活脱脱的就是贪心的流氓 第二天 财主敲击石像 想不到石像拉出一坨牛屎 接连几天都是这样 气得他把石像扔到了外面 鸣牛娃一直在财主家附近徘徊 看见石像被扔了出来 赶紧捡回家里藏了起来 几年后 他成了富人 买下了大量粮田 开始娶妻生子 可见 有钱就是好 不过 鸣牛娃富裕之后 开始做善事 修路驾桥 赈灾救民 而且还经常拿出钱粮周济穷苦人家 深得四乡八领人们的敬重 又过了几年 大河经常泛滥成灾 附近的老百姓深受其害 这一天晚上 鸣牛娃梦见一位老神仙 说是大河里住进了一条恶龙 因此才会经常水淹浓田 为今之计 只有把神兽石像扔进河里 镇压住恶龙 才会免受祸害 鸣牛娃醒来后 一眼把神兽石像扔进了大河里 这以后 这一代果然风调雨顺 再也没有发过洪水 唐朝贞观年间 五岁的康行运 跟着父亲去小河边散步 小河里水浅 康行运突然指着河水喊道 有龙 这是一条龙 他的父亲顺着他的手指看去 原来是一条小蝌蚪 依附在河底的青台上 便笑着说 这是一条小蝌蚪 长大后变成青蛙 再说了 你小小年纪 又没有见过龙 怎么可能认识龙呢 康行运却仰着小脸说 这就是龙吗 父亲 我们把他捉回家里养着 以免被鸭子吃掉了 恰在此时 游过来一群鸭子 一只鸭子发现了小蝌蚪 钻进水里就要吃它 好在蝌蚪很灵活 闪躲开了 其他几只鸭子健壮 纷纷钻进水里捕捉小蝌蚪 康行运急得大喊大叫起来 龙就要被鸭子吃了 父亲 快快搭救小蝌蚪 他的父亲 见儿子急得小脸通红 赶紧跳下河里驱赶鸭群 可是 已经晚了 一只鸭子捉到了小蝌蚪 父亲情急之下 抓住鸭子的脖子 就是一阵抖动 小蝌蚪掉落入水中不见了 等到鸭群散后 他低头在水里寻找小蝌蚪 却找不到他的身影 只听康行运喊道 小蝌蚪躲在鹅卵石下面 藏在青苔里面 康行运的父亲仔细寻找 果然找到了小蝌蚪 他折下一片大树叶卷起来 灌满水 将小蝌蚪放进水里 回家去了 到了家里 康行运的父亲将小蝌蚪 养在杯子里 康行运则每天守在杯子旁边 观察着小蝌蚪 过了几天 康行运对父亲说 龙长大了 杯子里装不下了 要养在水缸里 康家的后院里 有一口破旧的水缸 康行运的父亲便把小蝌蚪 放进水缸里 小蝌蚪一进入水缸里 身子猛地变大 像极了一条水蛇 不过 与水蛇不同的是 他的脑袋比较大 龙起了两个小包 身上隐隐现出鳞片 又过了十几天 晚上下起了暴雨 康行运对父亲说 龙要飞升了 我去看看 他的父亲也跟着走出了屋子 来到了后院的走廊上 只见水缸里浮起一阵阵的雾气 雾气中出现一条龙 大约两三尺长 他随着雾气升到半空里 猛然变成了一条巨龙 大约十几丈长 向东南方向飞去 大约过了两三年 从中南山上下来一名老道 路过康家时 康行运的父亲把老道请进家里 讲起了龙的事情 因为在他的心里一直有一个难解之谜 小小年纪的康行运 是如何通过小蝌蚪辨识出龙的 他曾经问过康行运 可是他根本说不清楚 老道听完事情的整个经过 笑着说 此子定是大富大贵之人 只有大富大贵 而且有缘之人 才能看见龙的真身 他和这一条龙有缘 日后定然还会相遇 你要让他读书 好好地培养他 康行运的父亲文言大喜 送走老道后 他就把康行运送进了学堂里 康行运非常聪明 几乎过目不忘 而且理解能力和分析能力与众不同 常常能在书中翻新出新的看法 令先生拍案叫绝 直呼此子中非池中之物 高中黄榜是手到擒拿的事情 二十岁这一年 康行运去参加考试 果然榜上有名 考上了进士 分配到地方上当了县令 过了六七年 他因为政绩显著 升迁成了太守 不到三十就当上了次使 可谓朝中第一人 但是 他年轻气盛 不和朝中权贵为伍 暗中得罪了朝中权贵 这一天 康行运坐船去巡视几个属下的县城 走到半路上 突然从芦苇荡里飞出十几只小滑子 将船只包围 二十多个蒙面人跳上了船只 原来 朝中权贵为了除掉它 买通了大江里的水扣 趁机刺杀它 正在这千钧一发之时 波涛汹涌 从水中跃出一条巨龙 张开大嘴吐出水柱 喷在水扣们的身上 水扣们猝不及防 加上惊吓万分 纷纷被冲进大江里淹死了 康行运心知肚明 这一条巨龙 就是早先那一只小蝌蚪 为了报恩 特地来解脱它的危难 他刚及抱拳说 多谢巨龙相救 大恩大德 永远铭记于心 莫齿不忘 巨龙昂起头点了三下 潜入水中不见了 权贵们得知 康行运有巨龙护佑 再也不敢暗害他了 后来 康行运得到皇帝的重用 升迁到朝中任职 最终官制三品 封了王侯 权卿朝野 果然成了大富大贵之人 唐朝天保年间 小山村里有一家姓龙的父户 男主人年纪轻轻的就因病去世了 留下夫人带着五个孩子 夫人发誓 不再嫁人 为了避嫌 家里只留下一名年近五十的老仆 剩下的都是仆妇和婢女 老仆一生未娶 可以说把所有的精力都奉献给了龙家 对龙家忠心耿耿 其他的家仆都住在别院 不准进入龙家半步 但凡有事 都有老仆传话 这一天 是丈夫的忌日 夫人带着几个婢女和老仆 去坟地里祭奠 此时正是六月天气 六月的天 小孩子的脸 说变就变 刚刚还艳阳高照 忽然就阴云密布 下起了瓢泊般的大雨 夫人赶紧往山下跑 心里焦急 脚下一滑 摔倒在地 几个婢女赶紧上前搀扶 夫人却疼得挨压连天 原来崴了脚 站立不起 行走不得 婢女年纪轻力气小 背不动夫人 山路狭窄 又无法几个人一起搀扶 大雨还在下个不停 衣服都湿透了 夫人朝老仆说 大叔 你来背我 老仆犹豫不决 为啥呢 因为大家都衣衫单薄 又被雨淋湿了 难免会有肌腹之亲 担心别人说闲话 夫人说 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 情势危急 变通之法而已 还讲究那么多干嘛 婢女也在一旁焦急的说 照这样淋下去 夫人会生病的 老仆这才蹲下身子 将夫人背了起来 温香软玉贴在背上 老仆就像触了电一样 颤抖了几下 他深吸一口气 静下心神 大踏步地往前走去 很快就将婢女们丢在远处 山路崎岖 跑起来一颠一颠的 夫人的身体不停地耸动 老仆一辈子没有碰过女人 这种亲密接触 让她心里犹如翻江倒海 终于到了家门口 老仆赶紧放下夫人 夫人却说 你把我背到屋里去 难道就差这几步吗 老仆只好又蹲下身子 把夫人背进卧室里 夫人终究没有忍住 低头在老仆的背上亲了一口 老仆赶紧丢下夫人 就像做了贼一样 跑了出去 仆妇赶紧伺候夫人换了衣服 不一会儿 婢女们都回来了 仆妇煮来姜汤 大家都喝了一碗 夫人吩咐仆妇 给老仆也送了一碗 等到雨住了 老仆把医者请来 给夫人看了看 医者说 扭伤了脚踝而已 没有大碍 注意休息就行了 留下一瓶药膏就走了 夫人休养了几天 就能下地走动了 这一天晚上 夫人让仆妇把老仆传唤进来 老仆心里纳闷 平常有事 夫人都是在厅堂里吩咐的 为何今晚把她叫到卧室里呢 进了屋 只见夫人坐在椅子上 她看见老仆进来了 对几个婢女说 你们都出去吧 我有事要对老叔说 婢女们走出屋子 把门眼上 老仆坠坠不安地问道 夫人 你找老朽来 有何吩咐 夫人叹息一声说 你很小就来了龙家 一直都很忠心 龙家有富于你呀 没有给你找一个老婆 老仆笑着说 夫人 是我不愿成亲 不怪你们 我只是一个下人而已 何必拖累女人家 夫人笑着说 你倒显得清高了 男人和女人在一起生活 是符合天道的 也是人伦的需要 你孤苦一人 实在不该 这样吧 我做主 把贴身丫头燕红许配给你吧 老仆急忙摆手说 不不不 夫人 我老了 不能那么做 夫人笑着说 嘴可以说谎 身体却说不了谎 我是女人 你瞒不过我的 就这样定了 你下去吧 燕红是夫人陪嫁过来的婢女 早先夫人要将她嫁出去 她不肯 愿意事后 夫人一辈子 如今已经年近三十了 夫人先和她讲了此事 她同意了 因为嫁给老仆后 她依然可以在夫人身边侍候 选了一个好日子 夫人让老仆和燕红拜堂成亲了 夫人特地恩准家仆们 可以进屋喝酒祝贺 厅堂里摆了四五桌酒宴 热热闹闹的 夫人看着热闹的他们 脸上露出了笑容 过了片刻 她转身来到王夫的排位前 给王夫上了衣柱香 眼里流下泪来 唐玄宗天保年间 河东的乡下 有一个放牛娃 父母距已不在 被唐叔送到财主家里放牛 他每天的任务 就是赶着几头水牛到山上啃草 傍晚时分 再将牛群赶回来 中午就在山上啃一个烧饼 晚上在财主家里吃过晚饭后 回老屋里睡觉 这一天 放牛娃把牛群赶到山谷里啃草 自己则躺在一块巨石上闭目养神 忽然 她听见了呼喊声 谁个救了我老汉 抱她一声平和安 放牛娃疼得站起来 站在巨石上 手搭梁棚四处查看 只见西边的山坡上 一名老汉正在和一名花衣男子打斗在一起 花衣男子身强体壮 老汉根本就不是对手 边打边退 边退边高喊 放牛娃赶紧跳下巨石 往山坡上跑去 到了打斗的现场 老汉已经被花衣男子按倒在地 张开嘴就要向老汉的喉咙咬去 说时迟那时快 放牛娃扬起手中的藤条打向花衣男子 藤条缠在花衣男子的脖子上 放牛娃使劲一扯 花衣男子倒在地上 这一根枯干老藤 长一丈多 是放牛娃用来赶牛的 闲来无事时 他拿着藤条练准头 练成了百发百中的本事 花衣男子倒地 变成了一条大花蛇 往草丛里爬去 放牛娃时常抓蛇烧烤吃 每一年都要吃掉上百条蛇 只见他扬起藤条 将大花蛇卷住 拉到面前 然后抓起蛇尾 使劲地抖动 大花蛇顿时 瘫软在地 放牛娃掏出小刀 三下五除二 就把皮包掉了 这个动作说起来比较啰嗦 放牛娃做起来 犹如行云流水一般快捷 老汉看得目瞪口呆 感叹说 可惜 大花蛇修行了几百年 却碰上了 你这个专吃蛇肉的克星 也是他命运不济啊 放牛娃把大花蛇烤熟了 和老汉吃了起来 询问起老汉的身份 老汉哈哈大笑着说 自古以来 龟和蛇碰在一起 都会打架 花衣男子是大花蛇 我自然就是千年老龟了 放牛娃 大恩不言谢 我走了 说吧 变成了一只老龟 很快就消失在草丛里不见了 时间一晃 两年多过去 这一天晚上 下起了小雨 放牛娃倒在床上 憨然大睡 这真是一通好睡啊 等到她醒来 已经天光大亮了 她推开门走出去 吓了一大跳 赶紧跑回去 环顾四周 确实在自己的家里 放牛娃定了定心神 探头往外看 却是一个陌生的环境 房子坐落在山谷里 门前一条小溪 周围长满参天大树 这和她家房子的环境 完全不一样 过了好久 放牛娃才定下心神 她往山下走去 走了十几里山路 来到山脚下的村庄里 她拉住附近的村民询问 这才知道 她到了中原地区 与河东相隔千里之遥 放牛娃也不知道一夜之间 房子为何会到了千里之外 既来之则安之 她在河里捉鱼 在山上采摘野果 然后开垦荒地 找山下的村民要来种子 进行播种 还养了几只鸡和一头猪 小日子过得有模有样 这一天 放牛娃正在山上捡食干柴 迎面走来一位老道士 他是从山顶到冠里下来的 到集市上采购生活用品 他惊讶地看着放牛娃 问道 你是哪家后生 贫道为何没有看见过你 放牛娃便将遭遇讲了 让老道帮忙算一算 他为何会遭遇这种怪事 老道闭目掐指一番 睁开眼说 是了 这是老龟驼房 你曾经救过一只千年老龟 老龟承诺过保你一生平安 因此驼着你家房子 一夜之间搬迁到千里之外 放牛娃 还是不解 难道在老家就不平安了吗 老道笑着说 过一段时间 你就知道了 说完 就下山去了 过了不久 山下忽然传来消息 安禄山叛乱了 官军和叛军打得不可开交 好多老百姓流离失所 放牛娃恍然大悟 千年老龟早就算出安禄山 要叛乱了 河东一带迟早会变成战场 因此提前把他家搬到了安全地带 放牛娃非常勤劳 日子越过越好 后来娶了本地女子为妻 定居在本地 生儿育女 过起了安逸的日子 凤头鹰拦住老汉逃口风 老汉的一番话 引出了一连串的故事 真是得也凤头鹰 诗也凤头鹰 客观不要急 故事得从头讲起 唐素宗志德年间 有一个姓中的老汉 闲来无事 扛着锄头到山上转悠 走到半山腰上 忽然飞来一只凤头鹰 挡在路上 开口说起了人话 只听他问道 喂 老叔 你看我像什么 姓中的老汉一愣 瞬间明白过来 这是在逃口风 因为凤头鹰的头上拖着羽冠 像极了凤凰 因此才被人们称为凤头鹰 姓中的老汉脱口而出说 嘿嘿嘿 我看你像极了凤凰 要知道 鸟类修行的终极目标 就是成为凤凰 姓中的老汉说得如此动听 凤头鹰当即哈哈大笑了起来 开口说道 老叔啊 你真是一个会说话的人 让我讨口风成功 这样吧 你要什么奖赏 就对我说 我尽力满足你的愿望 姓中的老汉 祖祖辈辈都是穷人 穷人的梦想 就是发大财 他当即说道 有钱就会有一切 我想发财 当大财主 凤头鹰又是一阵哈哈大笑 笑爸说道 别的还真不好说 要钱很容易 我知道有一个珠宝洞 里面堆满各种各样的珠宝 各个价值连城 人间难得一见 我去给你雕一颗珠宝来 你就在此处等着 天黑之前 我会回来 说完 凤头鹰就飞走了 姓中的老汉大喜 就坐在地上等着 太阳下山的时候 凤头鹰果然来了 将一颗耀眼的珠宝 放在老汉的手里 然后就飞走了 姓中的老汉 一路小跑着 回到家里 和家人一说 全家人激动不已 在灯下观赏着珠宝 一个个面色通红 彻夜难眠 第二天一大早 姓中的老汉带着儿子 启程去周城 到了周城 珠宝行的掌柜 双眼瞪得同龄一般大 连说是好东西 拿出三万罐钱 买了下来 父子两人 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钱 自然是喜出望外 买来一辆马车 把钱拖回家里 到了家里 他们连夜挖了一座地窖 把钱串全部搬进了地窖里 手里有了钱 当然是重建房屋 然后买来上千亩粮田 姓中的老汉 摇身一变成了大财主 自此后 他居家当起了富家翁 吃饱了就睡 睡醒了就吃 俗话说 宝暖思淫欲 几年后 姓中的老汉开始烈焰 强强民女 糟蹋了不少良家妇女 渐渐的 他的心肠也变得歹毒起来 因为他尝到了富有的甜头 为了保住财富 他开始坑蒙拐骗 鱼肉香里 成了远近闻名的恶人 人们背后都骂他活颜忘 这一天 忽然来了一名童子 手持请柬 姓中的老财打开请柬一看 有人邀请他到洞府里续话 落款是先凤夫人 他不知道先凤夫人是谁 询问起童子 童子笑着说 夫人吩咐过 如你问起 就说是昔日里讨口风的凤头鹰 如今已经成了凤凰 姓中的老财文言大喜 他有如今的好日子 完全仰仗凤头鹰 如今时隔八年 他已经变成了凤凰 邀请他去续话 莫非又有奖赏 这样一想 他就兴冲冲地跟着童子走了 上了山 来到一座山洞的洞口 童子笑着说 快进去 夫人就等候在里面 姓中的老财 跨步走进山洞 眼前顿时一亮 只见洞穴变成了一座金碧辉煌的大厅 里面站着一只火凤凰 全身燃着火焰 只听火凤凰说道 我感念你一片好心 让我讨口风成功 才让你如愿以偿 变成了富人 想不到你富有后 良心渐渐地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自私和贪婪 如今 我要替天行道 将你除死 为民除害 说吧 口吐火焰 喷向姓中的老财 姓中的老财浑身着火 狂叫着跑出山洞 在山路上狂奔 最终倒在地上死了 变成了焦炭 他的儿子听说后 将他安葬在山上 过了一段时间 姓中的老财给儿子托梦 讲了被火凤凰惩罚的事情 他的儿子引以为戒 开始大做善事 最终保住了财富 清朝时期 农夫弥子行家逢大难 父亲被官府抓进监狱里去了 大山里闹匪 被官府剿灭后 活捉了不少土匪 经过审讯 有人认识弥子行的父亲 官府大做文章 把他的父亲 以通匪的罪名 抓了起来 受到这种牵连的老百姓 有很多 一时间怨声再道 这完全是莫须有的罪名 官府无非是想趁机敲诈一笔钱财 弥子行带着银子 准备去官府打通关节 把老父亲救出来 弥子行正匆匆走着 忽然遇见一个人 伸手拦住他 笑咪咪地问道 小兄弟 你看我像人吗 这话问得蹊跷 弥子行打量了一下这人 发现他的身后有一条忽隐忽现的尾巴 瞬间明白 这是黄皮子 他听爷爷白骨时讲过 黄皮子修炼成精 可以变成人形 不过尾巴很难变眉 于是找人询问 如果被问的人说他像人 他的尾巴就会马上消失 上花近百年的功夫 弥子行有心成全他 就说 什么像不像的 我看你就是人啊 话刚落音 那人的尾巴就没了 黄皮子大喜 抱拳作依 说着感谢的话语 弥子行叹口气说 爱 做人有什么好 看把你高兴的 黄皮子问道 你怎么发出悲声 莫非遇到什么难堪 弥子行就把遭遇讲了 黄皮子想了想 说道 为了感谢你的美颜 我来帮你吧 跟你走一趟 见机行事 弥子行大为高兴 两人一同前往 路上 黄皮子说 他取名 黄子善 方便称呼 到了县衙 差一通报 不一会 管家迎了出来 问道 你的话呢 弥子行不知何意 陪笑说道 小人来得匆忙 没有买画 还请见谅 说完 拿出两封银子 交给管家 管家变色说道 你这是干什么 县令大人一向轻正连结 不收钱财 快走快走 把银子塞给弥子行 将他们赶了出去 原来县令喜欢画 那就买画吧 弥子行四处转了转 发现县衙附近 只有一家不起眼的自画型 进去一看 里面的画作都很普通 一问价钱 高的下人 最低的五百两银子一幅 五百两一个等级 最高的有一万两一幅的 掌柜过来问买哪一幅 弥子行吞吞吐吐的问道 有没有一百两一幅的 掌柜冷冷的说了一声 没有 转身走开了 不再理会他们 弥子行家境贫困 东凑西挪 只筹集到这么一点银子 上哪里再弄四百两银子去 两人兴兴地出来 来到僻静处 黄子善对愁眉苦脸的弥子行说 你别急 我去探看一番 说完 变成一只黄鼠狼 窜进后崖里 过了不久 黄子善出来了 他告诉弥子行 一个秘密 县令假装收画 却行收贿之实 那个字画行其实是县令开的 每一幅画都有价码 拜见的人拿什么画见他 他就知道送了多少银子 这样既收了贿赂 又避免落人口时 得到一个好名声 可恶的贪官 弥子行暗骂一声 却一筹莫展 黄子善说 你别急 我来想办法 他带着弥子行来到字画行附近 坐在地上等着 过了好久 有个人进了字画行 拿了一幅字画出来 黄子善说 就是他了 这人是县里大财主 名声很差 横行相礼 他来找县令办事 花了五千两银子 买了一幅画 黄子善走近 放了一个屁 那人熏得昏昏沉沉的 他一把拿过字画 向弥子行招招手 两人再次进了县衙 管家迎出来 见了字画 满脸堆笑 吩咐摆茶 让两人等着 不久 管家出来请 弥子行进了内衙 县令非常客气 弥子行把要求讲了 县令满脸堆笑地说 本县早已查明 令尊大人是清白的 正要放他回家 你来得正好 把他领回家吧 吩咐差役 快去放了弥子行的父亲 弥子行告辞出来 不一会 差役带来他的父亲 父子二人抱头大哭 然后携手回家 路过字画行附近时 那人还站在原地 昏头昏脑的 黄子善笑着说 过一会 等气味弱了 他自然会好 这以后 黄子善和弥子行成为好朋友 两人常常在一起喝酒 这篇聊斋故事 讲述了一件离奇之事 两条小龙系弄斗大的蜘蛛 最终却殃及无辜 害死了一个好官 要知道 在封建官场上 好官难得 在滚滚的历史河流中 历朝历代大小的官员 数以万计 清官好官却有多少 好官如此稀少珍贵 应当受到爱护 聊斋志义的作者 为什么要把好官写死呢 有人说 这是一种暗示 用天宫的不公平 来预示皇帝的昏庸无能 一百个人眼里 有一百种莎士比亚 还是让读者诸君 自己去细细地体会吧 话说有一个姓徐的 在齐东县做县令 齐东是一个古县名 县今已经不存在 大约在山东的济阳 张秋 高清三县之间 县衙一般分为前衙和后衙 前衙是公堂 审礼案件 县官一般住在后衙里 徐县令住的这个后衙 有一座楼阁 专门用来储存粮食蔬菜 当作库房 可是 徐县令发现 楼阁里的东西经常被偷吃 里面常常弄得乱七八糟的 认为是家仆办事不力 把家仆叫来训斥了一顿 家仆被冤枉 憋了一肚子气 第二天偷着跑到库房里 躲在暗处观察 突然 从屋梁上下来一只蜘蛛 足足有一个斗那么大 在库房里偷吃蔬菜 原来这一切 都是蜘蛛做的 家仆吓得连滚带爬 跑去对徐县令讲了 徐县令去了库房 果然好大一个蜘蛛 他也很惊讶 家仆在旁边说 他去拿工具 把蜘蛛打死 徐县令制止他 说道 看来这只蜘蛛食量太大 没有蚊虫冲击 才来偷吃的 先不要管他 听之认之吧 回到书房 徐县令想了想 换来家仆 让他每天拿一些饭菜 放在库房里 给大蜘蛛吃 自从有了饭菜 蜘蛛不再在库房里 翻找蔬菜吃 库房又像原来一样 干净整齐了 慢慢的 蜘蛛和人混熟了 不怕人了 饿了就出来找人 吃饱了就离去 极为听话 从不祸害徐家 时间一晃 就过了一年多 这一天 徐县令正坐在书岸边 批阅公文 蜘蛛忽然爬到书岸上 趴着不动 徐县令以为他饿了 忙站起来呼唤家仆 让拿东西来给他吃 吩咐完 一回头 惊奇地发现 有两条蛇一左一右的 夹着蜘蛛 这两条蛇不大 只有筷子粗细 但是蜘蛛好像非常害怕的样子 爪子拳起来 缩着肚子 不敢动弹 突然 两条蛇的身子瞬间变粗了 粗得像鸡蛋一样大 长出四只爪子 样子极像龙 徐县令大惊失色 心之不妙 转身想逃 却听得霹雳一声震天响 就像炸了一个惊雷 徐县令震昏了过去 等到徐县令悠悠行转 摇摇晃晃地站起来 蜘蛛和两条龙早就不见了 徐县令急忙呼唤家仆 无人应声 出来一看 老婆孩子和家仆都死了 全家七个人口 无疑幸免 所有的人都是蹊跷出血 样子极为难看 身上还有焦糊状 看来是被雷电击死的 徐县令受此惊吓 加上亲人全部离世 心里无比悲痛 一下子病倒了 拖了一个多月后 最终死去 徐县令为官轻正 为人正直 深得老百姓的爱戴 出病的那一天 老百姓自发地为他送葬 队伍排出几里长 哭声震天 一片凄凉 蒲松灵老先生在文末发问 阵龙发聩 一直以为龙系猪是无稽之谈 难道真的有这回事吗 从来都是恶人遭雷打 为什么徐县令这样的好官 偏偏遭受这种惨祸呢 独霸故事 小编开一个脑洞 按照聊斋里惯有的说法 民间里也有这种流传的说法 那就是蜘蛛是来找徐县令杜劫的 聊斋里有过狐狸精杜劫成功的故事 可是蜘蛛经高估了徐县令 以为好官就一定是显贵之身 躲在徐县令的书案上 必然会借着徐县令的庇护 安全杜劫 毋庸置疑 好官和清官往往福薄命浅 大家可以找找 历史上封建官场上的清官好官 能够仕途通顺 全身而退 寿终正寝的又有几多 所以徐县令的死 是受到蜘蛛误判的牵连 从这个势力可以看出 蜘蛛经的智商 比狐狸精差多了 是不是 话说济南人妻安妻 喜欢到沟兰瓦斯逗留 妻子临时屡劝不改 这一年 清兵攻入济南 将临时抢去 晚上想逼迫她 林氏趁冰冰不备 拔刀自杀 冰冰把她抛尸荒野 第二天一大早 清兵拔营离开 其安妻赶紧寻找到林氏的尸体 发现还有微弱的气息 急忙把妻子背回家里 却见她的眼睛转动起来 还发出轻轻的呻吟声 于是扶正她的脖子 用竹管一滴一滴的灌汤水 还能勉强咽下去 其安妻跪下对天发誓 老天 你要让我的老婆活过来 我发誓以后不碰别的女人 她又安慰林氏说 你一定要挺过来 无论你以后变成什么样子 我都不会背弃你 要是背弃你 天打雷劈 半年后 林氏恢复健康 只不过脑袋有点天左 给人的感觉总是在向左看 其安妻果然不再寻花问柳 一心一意守着林氏过日子 一点也不嫌弃她的丑陋 林氏要给她那切 她也不同意 转眼几年过去 林氏一直不能生育 她劝说 其安妻把大丫头海棠收归房中 借以传序向火 其安妻说 我已经发过誓不再碰别的女人 鬼神难道没有听见吗 不能违背承诺 假使因此断了血脉 也是命中注定的 没有怨言 如果老天不让我绝后 就会开恩让你生育 林氏见她固执己见 不再劝说 假托身体有病 和其安妻分开睡 让海棠睡在她的床下 方便事后 其实 她是想让孤男寡女独处一室 以便其安妻和海棠亲近 过了很久 林氏悄悄问海棠 才知道什么也没有发生 林氏不相信 到了晚上 她睡在海棠的铺上假装海棠 半夜里爬到七安妻的床上 七安妻醒来 忙问她是谁 林氏低声说 我是海棠 七安妻忙说 我已经发誓 不对夫人变心 你走吧 林氏只得走了 这才相信丈夫依然固执地像一根 不开窍的木头 过了几天 林氏让海棠模仿她的声音 假称是林氏 主动去救寝 其安妻心想 林氏从来不会不掌灯就进来 她起了疑心 摸了摸脖子 发现不是林氏 呵斥起来 海棠含羞而去 第二天一大早 其安妻就去找林氏投诉 让她赶快把海棠嫁出去 林氏假意答应 堂塞过去 约其安妻晚上到她房间就寝 生孩子的时间耽搁不得 其安妻心领神会 晚上去了林氏的房间 林氏早早熄了灯 吩咐海棠睡在她的床上 其安妻来后 和林氏说话 海棠不敢应声 完事后 海棠假装起来小姐 出去把林氏换进来 这以后 只要海棠荆期来潮 都会冒充林氏 其安妻一直没有察觉 不久 海棠怀孕了 林氏便让她静养 不让她干活 有一天 林氏试探说 假如海棠冒充我 怀了孕 怎么办 其安妻说 留下孩子 卖掉海棠 林氏不敢再作声 后来海棠生了一个男孩 林氏暗中把孩子送到娘家寄养 请了一个奶娘照料 过了四五年 海棠又生了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 长子七岁时 林氏请了先生教她读书 依然寄居在外祖母家里 林氏每隔半个月就会回一趟娘家 看望孩子们 海棠的年纪越来越大 七安妻催促林氏把她嫁人 林氏无奈 只得把海棠送到娘家 假说嫁给了一个义子 又过了几年 孩子们都长大了 转眼到了七安妻过生日这一天 家里大摆宴席 款待宾客 林氏把三个孩子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用马车接到家里 让他们排成一排 大声喊父亲 跪拜叩头 恭祝长寿 七安妻大惑不解 林氏笑着把三个孩子的来历说了 七安妻高兴地大笑起来 问道 你为何不早点告诉我 林氏说 早告诉你 你早将孩子的母亲赶走了 如今孩子长大了 你还会赶走他们的母亲吗 七安妻感激不已 热泪盈眶 赶紧驾着马车 去把海棠接了回来 那位小妾 从此后 一家人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 宋神宗年间 小山村里有一个任老汉 任老汉和老伴单独住在山脚下 独门独户 儿子任山妃一家住在不远处 大约一百多米远 任山妃农忙时在家 农闲时和几个人一起出去做生意 他的老婆刘氏 在家抚养两个儿子 这一天 任老汉过生日 上街买了几斤肉 宰了一只鸡 把儿媳妇和两个孙子喊来 晚了一天 因为油荤重了 任老汉多喝了几口浓茶消食 到了晚上 因为浓茶的原因 他没有睡意 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半夜十分 任老汉闹起了肚子 岁数大了 肠胃也跟着闹别扭 吃不得一点好东西 真是不省心 任老汉叹息一声 提衣起来 拿着草纸 到屋后蹲茅坑 从茅坑里出来 任老汉刚要进门 忽然发现不远处 有个人影 进了儿子的家门 难道儿子深夜里赶回来了 他转念一想 不对 儿子在外地做生意 这个时候 是不可能赶回来的 他心里一紧 难道刘氏耐不住寂寞 暗地里有了私情 任老汉 轻手轻脚地 来到仁山菲的院门前 侧耳细听 似乎屋里有轻微的动静 他怒从心头起 举起手掌 就要拍门 来一个捉尖捉霜 却又把手放下来了 深更半夜里 这样一闹 岂不是全村的人都知道了 正所谓家丑不可外扬 丑是张扬出去了 面子丢尽了 儿子以后还怎么做人 而媳妇还要不要留 不留的话 孙子怎么办 一个好端端的家 岂不是说散就散了 任老汉轻声叹了一口气 回到家里 心情却无法平静 再也没有睡意 到了五更天 他穿衣起床 找到一处隐蔽的地方 关注着仁山菲的院门 过了不久 从院门里走出来一个人影 急匆匆地走了 说实话 任老汉对这个儿媳妇 还是相当满意的 乖巧贤惠 任劳任院 也很有孝心 儿子一走三四个月 他耐不住寂寞 一时糊涂犯下错误 也情有可原 不能一棍子打死 现在是体现任老汉 生活智慧的时候了 为了不让儿子的家散了 他不想把这事声张出去 连老伴也不能讲 但是 他也不能容忍这种事继续下去 任老汉想了又想 猛然想起老朋友了陈道长 于是来到山顶道观里 乐陈道长喜欢喝茶 任老汉有一小块茶园 每逢出了新茶 都会送几袋给他 任老汉喜欢下棋 无事时 便会上山找道长对弈 两人不是一天两天的交情 自从任山妃出生 请道长祈福的那一天起 两人就开始交往 任山妃的年纪有多大 两人的交情就有多少年 乐陈道长最擅长的是请神咒 可以情动天上的神仙 任老汉找到他 让他写下一道请神咒 乐陈道长问他何用 任老汉假意说 最近家里被盗 他想请出门神 吓唬吓唬贼 让他们不敢进门 乐陈道长欣然写了一道符咒 送给任老汉 吃过晚饭 他悄悄地来到任山妃的院门附近 烧了符咒 到了半夜里 刘氏的香好来了 走到院门口 猛然一愣 只见两员全副武装的猛将 把守着院门 似乎是门神伸疏和玉蕾的模样 男人以为眼花了 伸手去敲门 却见一位神将举剑就砍 男人手臂一阵剧痛 赶紧跑开 男人在门口徘徊了好久 见门神一直没有消失 他不敢上前 只得乖乖地回去了 这一切 都被躲在暗处的任老汉看见 心内一阵欣慰 一连几天都是如此 这以后 男人再也不敢上门了 刘氏找到男人 听他说起这种怪事 心内恐惧 担心东窗事发没脸做人 从此和男人断了来往 这件事情 任老汉一直到死 都没有说破 生活 既简单又复杂 面对一些棘手的事情 需要人们用智慧去面对 去解决 简单粗暴的办法 并不可取 让伤害和损失减少到最小 才是最可行最智慧的办法 故事以荒诞的笔法 意在劝欲世人 珍惜生活 善待生活 让生活里充满温情和智慧 唐素宗志德年间 小山村里有一个打鱼人 姓宋 因为嘴巴尖尖的 被人们戏称为宋翘嘴 他白天睡觉 晚上在河里网鱼 把网下在河里后 他就倒在河岸上的草地里 震着石头 睡上一觉 因为家贫如洗的缘故 宋翘嘴年过三十了 还没有成家 前不久 邻村出了一个小寡妇 好心的媒婆给两人撮合 谁知小寡妇看不上宋翘嘴 此事便不了了之 也不怪小寡妇眼光高 她的公公婆婆都不在人世 丈夫去世后 给她留下一笔可观的家产 算不上锦衣玉食 却也衣食无忧 而宋翘嘴几乎家徒四壁 并且长相普通 根本入不了她的眼里 这一天晚上 宋翘嘴睡得迷迷糊糊的 忽然听见说话声 寻声望过去 却是两条水蛇 正是她的老乡时 这一带河水里活跃着许多水蛇 有一年冯上干旱 水位下降得很厉害 村里有一个姓王的二愣子 便上山采摘了许多断肠草 倒出小半桶之叶 倒进河里要鱼 河里的鱼不但全部翻起了肚皮 而且也毒死了许多水蛇 宋翘嘴在河里捞鱼 发现了两条水蛇 在水草里挣扎 水蛇没有毒性 也不惑害人 宋翘嘴看见水蛇从来不打 他觉得这两条水蛇很可怜 心生怜悯 便将它们装在鱼楼里 带回家里救治 他找到后山行医的武叔 要了一些解毒的草药 熬成汤罐给两条水蛇喝下 几天后 两条水蛇都活了过来 宋翘嘴便将它们放进了河水里 这以后 只要宋翘嘴在河里网渝 两条水蛇都会浮在水面上 有时候握在不远处的草丛里 静静地看着宋翘嘴 令宋翘嘴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这两条水蛇竟然会说话 他侧耳系听了起来 只听一条水蛇说 小寡妇今晚要遭殃了 可笑 他还以为那个男人喜欢他 却想不到是为了贪图他的钱财 另一条水蛇说 那个男人是一个流窜的江湖大盗 专门勾搭女子 然后瞅准时机 害命劫财 可怜小寡妇一直蒙在鼓里 原来 最近从北方流窜过来一个大盗 经过打听 把目光盯在了小寡妇的身上 此人玉树临风 假扮收购药材的商人 与小寡妇相识 小寡妇看她的装扮 是一个有钱人的模样 而且被她的外表吸引 禁不住泛起了花痴 在大盗的言语试探下 小寡妇头怀送抱 两人好上了 大盗见时机成熟 决定今晚动手 他先假装温存的样子 迷惑小寡妇 然后趁她睡熟 拿出绳子将她捂花大绑 逼问钱财的下落 此时只听先前的一条水蛇说 哎呀 不好了 大盗正在逼问小寡妇 把烧红的烙铁戳在大腿内侧 小寡妇疼得流出眼泪了 另一条水蛇说 要是无人搭救 小寡妇必死无疑 就算她说出了钱财的下落 大盗也不会放过她 定会灭口 听到这里 宋翘嘴再也按捺不住了 跳起来就往邻村跑去 邻村大约五里地远 宋翘嘴跑得上气不接下气 到了小寡妇的门前 她越过院墙 一脚踹开屋门 旋风一般冲进了小寡妇的卧室 卧室里亮着灯 小寡妇遭受不了折磨 已经说出了钱财的藏处 大盗宁笑着说 我不能留活口 明年的今日就是你的忌日 我会想着你的 说吧 拿着刀就要刺向小寡妇的喉咙 这时 猛地传来了踹门声 就在一愣神的功夫 宋翘嘴已经冲了进 手里的鱼叉叉住了大盗的脖子 摁在了地上 可别小看这种鱼叉 中间的宽度刚好卡住脖子 任凭大盗有天大的本事 被摁在地上 只有乖乖地躺着 不敢挣扎 宋翘嘴打晕了大盗 解开小寡妇身上的绳子 把大盗绑上 小寡妇抱着宋翘嘴大哭了起来 如今 在他的眼里 宋翘嘴是天神下凡 英雄现世 天亮后 大盗被押送到了县衙里 县令早已接到海捕文书 言行拷问 大盗招出了全部罪行 他曾经在都城里做过几个惊天大案 县令委派了几个差役 将大盗押送到了都城 后来 大盗被判处了死刑 宋翘嘴也得到了三百贯钱的嘉奖 过了一段时间 大嘴媒婆上门 喜滋滋地告诉宋翘嘴一个好消息 小寡妇愿意嫁给他了 小寡妇终于明白 金钱和外貌不是平叛男人的标准 能不能保护心爱的女人 才是真男人的标准 宋翘嘴和小寡妇结婚后 两人恩恩爱爱 先后生下了十二个孩子 好在小寡妇的家产后时 加上宋翘嘴勤劳肯干 一家人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 唐中宗神龙年间 江南的小渔村里 有一户姓空的人家 家里有一个傻儿子 天生的痴呆 如今长到五六岁了 一天到晚傻笑着 看见女人就喊妈妈 这一年的夏天 爆发了山洪 一连十几天 江水暴涨 等到山洪过后 江水退潮 渔民那纷纷摇着渔船 到江中捕鱼 幸空的男人晚上 在江中下了地龙和钓钩 第二天早上去收 地龙里除了鱼虾 还有不少黄鳝 钓钩也钓到了几十条黄鳝 其中有一条黄鳝 手腕那么粗 他打了一辈子的鱼 也是头一次见到 幸空的男人回到家里 把鱼虾全部到浸水池里养着 等到热吉时 再挑选好的 拿到集市上换钱 到了晚上 幸空的男人睡觉前 照例去看一看傻儿子 有没有盖好被子 却发现傻儿子不在床上 他心中一惊 赶紧出去寻找 到了院子里 一颗悬着的心裁落下来 原来傻儿子趴在水池边 静静地看着水中的鱼虾 幸空的男人上前 不由地愣住了 原来儿子在看着一条望月扇 这一条望月扇 正是手腕粗的那一条黄扇 只见他仰望着天上的明月 双目中金光四射 这是一幅奇特的景象 望月扇痴痴地望着天上的明月 傻儿子痴痴地看着望月扇 幸空的男人眼睛湿润了 只有这个时候 傻儿子才看不出一点傻劲 他回去和老婆说了 夫妻二人搬来躺椅 坐在走廊上 静静地观察着儿子 到了半夜里 望月扇依然望着明月 而傻儿子则趴在水池边睡着了 老婆抱着傻儿子回屋 放到床上 然后夫妻俩回屋睡觉去了 幸空的男人对老婆说 听说望月扇有毒 也不知是不是真的 不管怎么说 不能迈出去害人 明天我把望月扇杀了扔掉 老婆点点头 就这么定下来了 第二天一大早 幸空的男人起来 去水池里捞望月扇 却便寻不见 这时傻儿子起床了 冲着他半鬼脸傻笑 幸空的男人心里一动 喊住傻儿子 询问他 有没有看见望月扇 傻儿子傻笑起来 口齿不清地讲了起来 幸空的男人总算听明白了 原来傻儿子清晨起来 把望月扇捞起来 送到江边放生了 至于傻儿子 为何要放生望月扇 傻儿子讲不明白 他也问不清楚 时间一晃就过去了十几年 傻儿子已经二十多岁了 依然傻乎乎的 这一天是个热集 幸空的男人带着傻儿子 去集市上 给他扯步做衣服 傻儿子虽然傻 却喜欢自己挑选布 不是他喜欢的颜色 他坚决不穿 因此扯步时 得带着他去挑选 到了渡口 坐着船过江 船行到江中心时 忽然江水翻滚 冒出一条蛟龙 人们吓得都趴在船上不敢动 只有傻儿子 站在船头上鼓着长傻笑 幸空的男人 焦急地呼喊着傻儿子 躲进船舱里 但是已经晚了 蛟龙张嘴咬住傻儿子 将他拖入水底不见了 不一会儿 风停浪静 幸空的男人 趴在船头上大哭起来 船老大摇着船 在江水中打捞 却什么也不见 众人猜测 傻儿子极有可能被蛟龙吃掉了 纷纷劝慰幸空的男人 不要悲伤 幸空的男人 也不敢急了 回到家里 喊来老婆 夫妻两人摇着船沿江搜索 渔村里的渔民们 也都摇着小船 帮忙搜寻 一直到日暮时分 也没有收获 这时 忽然江水翻滚 蛟龙顶着傻儿子出了水面 看见了幸空的男人 蛟龙潜入水里 夫妻俩喜极而泣 赶紧将傻儿子拉上了船 傻儿子笑着说 爸 妈 让你们担心了 其实 蛟龙是在帮我 原来 蛟龙不是别人 正是十几年前放生的望月扇 他已经成了蛟龙 下一步就是修炼成龙 他把傻儿子拖入水中 其实是为了报恩 在蛟龙的洞穴里 傻儿子吃了一颗龙珠 两片海底灵芝 大脑里犹如翻江倒海 片刻后清醒过来 痴呆病已经好了 夫妻俩大喜 傻儿子果然与以往不一样了 全然没有了吃傻的模样 后来 儿子娶了妻生了子 过起了正常人的生活 唐文宗太和年间 有一个姓梁的男子 父母距已不在 独自一人靠打短工度日 但是 打短工完全靠运气 有活干时有吃有喝 无活干时闲得发慌 一年下来 也仅仅够维持温饱 根本攒不下钱来 这一年过春节时 性凉的喝着喝着酒 禁不住悲从心来 这样下去 苦日子何时是个头啊 思来想去 他决定换一个活法 发家致富 娶妻生子 他制定了一个四年计划 先当四年的侨夫 积攒下钱财 然后用这些钱做本钱 出去做生意 就不幸不能发家致富 春节过完 性凉的就开始砍柴 他这人能吃苦耐劳 别人砍柴 一天最多跑两趟 他一天跑四趟 天一亮就出发 月亮爬上了树梢 他才回家 中午就啃两个煎饼 很快 他的门前就堆起了几座小山一样的柴河 等到柴河晒干后 他请来一辆牛车 拖到街上 放在做炊饼的表叔家里寄卖 这一天 天才妈妈亮 性凉的就上山去了 走在山路上 他忽然听见一声唬哮 心里一哆嗦 这个时候 老虎早就归巢了 难道是一只没有找到食物的恶虎 这下可就麻烦了 不一会儿 出现了一只老虎 不过 老虎走得很慢 一瘸一拐的 停在了姓梁的面前 姓梁的定睛一看 原来老虎的后腿上 拖着一个家套 鲜血淋漓的 想来 老虎不慎落入了陷阱 为了活命 他硬生生地将家套的绳子脱断 但是 家套不解下来 他行动不便 难以捕食 早晚会饿死 因此来到了姓梁的面前 姓梁的是个明白人 马上点头哈腰的说 我明白了 你是找我解下家套的 我马上照办 刚说完话 老虎就握了下来 姓梁的拿出镰刀 费了一些周折 最终将家套解了下来 他对老虎说 老虎先生 你的腿伤得厉害 我给你找一些草药附上 老虎居然点了点头 姓梁的唐叔是一个专制跌打损伤的医者 他跟着学了不少偏方 识得一些草药 于是在山上采摘了一把药草 用石头砸烂 将枝叶涂抹在伤口上 临走时 姓梁的说 老虎先生 明天早上在此处等我 我给你涂药 老虎点点头 一瘸一拐地走了 第二天一大早 老虎果然等候在山路上 姓梁的从扁单上 取下一颗猪头 扔在地上 这是他今早从卖猪肉的三叔家买来的 送给老虎果腹 老虎行动不便 肯定没有找到食物 老虎果然饿极了 吃了起来 姓梁的找来一盆草药 砸碎了将枝叶涂抹在伤口上 后来又涂抹了五次药 送了五颗猪头 老虎不再来了 这以后 姓梁的再也没有遇见这一只老虎了 一转眼 四年时间已满 过春节时 姓梁的算了算 一共积攒了十五罐钱 他决定出去做生意 等到春节过后 他将十五罐钱装在搭连里 背在肩上 到县城里去 开始贩卖一些小东西 一年下来 赚了将近八罐钱 第二年 姓梁的决定做一笔大买卖 打算到周城里采购一批货物 回县城里贩卖 他搭乘了一只小船 晚上停泊在一个小岛旁边 半夜里 他被船家五花大绑 丢在小岛上 将钱财抢走了 这是一座荒无人烟的小岛 盗贼们将人扔在荒岛上 都会被野狼吃掉 姓梁的欲哭无泪 昏昏沉沉沉之中 耳边忽然响起了声音 有人在呼喊他的名字 他睁开眼一看 顿时魂飞魄散 身边站着一只老虎 只听老虎说 你别怕 我是来报恩的 原来 这就是当初被姓梁的救助的那一只老虎 机缘巧合之下 遇见地先指点 开始修行 目前道横浅 能飞来飞去 能说人话 却不能变换成人形 老虎咬开绳索 让姓梁的趴在他的背上 腾空而起 不一会儿 老虎停在一座山洞前 开口说道 船夫属于一伙盗贼中的一员 他们每一年 都要抢劫几户富裕人家 钱财都埋在山洞里 你把钱财都挖出来 我给你拖回家去 姓梁的依言 将几箱金银珠宝挖了出来 脱下裤子和衣衫 将金银珠宝包裹起来 放在老虎的背上 老虎往返了五次 才将金银珠宝运完 最后 老虎将姓梁的驼回了家 告辞走了 有了这一大笔钱 姓梁的摇身一变成了富人 他建造庭院 购置良田 取回了一期一切 过起了幸福的生活 唐宣宗年间 有个名叫班玄超的年轻人 因为家境贫困 到了婚配年纪 还没有定下亲事 老母亲这急上火 却也涂炭奈何 这就是现实 富人一妻多妾 还肥艳寿 千姿百态 穷人连老婆也娶不上 这一天 忽然老了一个老汉 带着一个年轻女子 找上门来 班玄超的老母亲 赶紧让座 摆上茶点 画起家常 老汉自称姓唐 女儿归名窦寇 本是北方人士 多年前逃难至此 住在深山里 唐老汉年事已高 本想落叶归根 无奈女儿未嫁 放心不下 无法远行 大听到班玄超 还没有结婚 故此把女儿送来 许配给他 把母文言大喜 把豆蔻拉到身边问话 见他言语得体 长相甜美 很是喜欢 吃过午饭后 唐老汉告辞而去 明天就打算 启程回北方老家 临走时 他一再叮嘱班母 给班玄超讲清楚 豆蔻不能沾酒 千万不要让他喝酒 班母答应下来 晚上 班玄超回来 得知详情 喜不自胜 吃过晚饭 班母点上一对红蜡烛 让两人拜了天地 成了亲 过了两天 豆蔻从包袱里 拿出一块金子 大约二十多两 让班玄超不用 再去打短工 改行做生意 班玄超摆着手说 我没有做过生意 直恐把本钱亏了 豆蔻笑着说 没关系 我女扮男装 跟你一起做生意 你只需要按照我的吩咐 去做就行了 时间一长 耳濡目染之下 你自然就学会了 班玄超买了一辆牛车 带着女扮男装的豆蔻 到了县城 他听从豆蔻的安排 豆蔻让他收购什么物品 他就一言而行 装满牛车后 把物品拉到林县去卖 赚了不少钱 就这样 每次间隔个五六天 两人就跑一趟生意 赚取的钱财 除了一家人开之外 还略有结余 班玄超对豆蔻佩服的五体投地 问他为何懂得做生意 豆蔻笑着讲 跟着父亲学的 一转眼 过去了三个多月 这一天晚上 屋外忽然传来撬门声 豆蔻急忙推醒班玄超 两人凑到窗户前往外观看 只见屋外站着一群黑衣人 豆蔻打开门 手里突然多了两把刀 冲出屋外 黑衣人点燃火把 为首的刀疤脸狂笑道 你们出来正好 省得我们动手撬门 我们是黑虎山的英雄好汉 特地来找你们家借粮 豆蔻也不答话 五动双刀与刀疤脸站在一起 不到十回合 豆蔻一刀斩下刀疤脸的手疾 其他的贼寇 抢起刀疤脸的尸首 落荒而逃 班玄超嘖嘖称奇 询问豆蔻何时学的武功 双刀从哪里来的 豆蔻笑着说 我从小跟着师父学艺 双刀能够隐于无形 说吧 双刀一抖 便不见了 班玄超当然不相信这些话 认为豆蔻不是凡人 他想起老丈人的叮嘱 决定试探一下豆蔻 当天晚上 班玄超摆下酒宴 庆贺豆蔻击溃贼蔻 端起一杯酒净豆蔻 可是 无论他怎么劝 豆蔻就是不喝 饭后 班玄超将一杯酒 悄悄地倒入茶水里 端给豆蔻喝 豆蔻喝了一口 扔掉茶杯 晕倒在床上 不一会 献出原形 变成一只螳螂 班玄超惊讶之余 也瞬间明白 难怪豆蔻擅长双刀 因为螳螂天生长着一对刀臂 是使刀的高手 到了半夜里 豆蔻醒来 说道 郎君 既然你知道了我是谁 我只得走了 原来 在上一世 唐老汉正在聚精会神的捕捉 蝉虫的时候 却被一只黄雀盯上了 就在黄雀张嘴的千军一发之际 班玄超的前世拿起弹弓 设来一粒石子 打死了黄雀 黄雀怀恨在心 来世当了贼寇 要找班玄超报前世之仇 唐老汉把女儿豆蔻送来 就是为了保护班玄超 豆蔻说 你的危险已经解除 而且你也学会了做生意 以后再娶一房妻子吧 说完 就不见了 班玄超后来 又娶了一房妻子 生了三个儿子 他也成为富商 一家人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 明朝成化年间 有一个名叫雷善正的书生 为人癫狂 世财傲物 悟空一切 远近闻名 都称呼他为狂生 他这人贪恋悲中之物 一喝就醉 最后就开始嬉笑怒骂 讽刺世俗 人人静而远之 这一天 文友聚会 举杯畅饮 雷善正自然 又喝得大醉 显露出癫狂的本性 开始发泄一肚子的不合时宜 众文友和他嬉笑一阵后 见天色已晚 各自散去 雷善正亮亮呛呛地往回走 到了土地庙 酒力发作 实在忍不住 跑到树后吐了一场 然后倒在土地庙里睡了过去 也不知睡了多久 雷善正忽然被一阵说话声惊醒 睁开眼一看 却是一个金甲神人 正在和土地奶奶说话 只听金甲神人说道 土地何在 云语部今晚奉命行雨 一人临时有事请假 少了一人 命我喊土地去行雨 土地奶奶说 土地拜见冬月大地去了 今晚赶不回来 金甲神人焦急地说 怎么办 时间不等人 我去哪里找人 雷善正胆大 站起来说 我正好闲着无事 我去吧 金甲神人看了他一眼 问道 你是谁 土地奶奶说 这是狂生雷善正 巨傲不公 恐难成事 雷善正辩解道 我奉命行事就是了 有什么为难的 金甲神人看了 看天色 说道 时辰已到 只能让你去了 不过 你一定要记住 按照命令行事 不可擅作主张 雷善正答应下来 金甲神人握住他的手 赫声起 雷善正的身子 跟着金甲神人腾空而起 到了云端 只见停着一辆龙车 龙车上摆着几个大容器 装满水 旁边站着五六个人 各自手里拿着瓢状物 金甲神人让他站在容器旁 塞给他一个瓢状物 说道 你跟着众人 听从雨狮的命令就是 说完 金甲神人就走了 龙车开始行进 雨狮站在龙车的前端 喊道 预备 众人 把瓢状物伸进容器里装满水 雷善正也赶紧效仿 雨狮接着喊道 不雨 众人将瓢状物里的水往外洒去 雷善正也一样而行 龙车缓缓而行 大家听着雨狮的命令 有条不紊地洒着雨水 不一会 到了雷善正的家乡上空 他低头一看 下方正是他的村庄 最近一个多月没有降雨 村里的土地都裂开了 河流也快干涸了 雷善正存了私心 听从雨狮的命令 洒出几条雨水后 又悄悄地咬了一条雨水 往村庄里兜头泼下 行完雨 龙车回到雷雨部 雨狮高喊 狂声雷善正不听命令 造成灾祸 给我拿下 金甲神人冲出来 拎起雷善正 掀翻在地 举起金锤 往他的屁股上打了三下 然后一脚将他踹下云端 雷善正的身子 急剧往下坠落 惨叫一声 惊醒过来 却发现自己依然躺在土地庙里 此时 天色微亮 地上湿漉漉的 显然刚下过雨 雷善正站起来 伸了一下懒腰 忽然觉得屁股疼 伸手一摸 长了一个大窗 走起路来 一瘸一拐的 雷善正慢慢往家里走去 一路上 只见河里涨了水 稻田里也灌满了水 小沟里的水 欢快地往河流里流去 看来昨晚的雨水不小 走了几里路 到了村庄 只见田地都被冲垮 道路被冲塌 村庄里的好多房屋 泡在雨水里 他急匆匆地赶到家里 家里也进了水 桌子椅子都飘在水里 后来 大家议论纷纷 周遭都没有造成灾害 唯独村庄里的雨水特别大 造成了灾害 雷善正心知肚明 是自己擅作主张 害苦了村民 雷善正向村民们告罪 坦言是自己的过错 村民们都不相信 背后里议论纷纷 斥责雷善正越发狂妄了 竟敢冒充雨神 雷善正文言 苦笑数声 不再辩解 他屁股上的大窗 医治了三个多月 才彻底痊愈 不过 经此一事后 雷善正彻底改变了 不再目空一切 而是变得谦逊了 待人彬彬有礼 也听得尽不同意见了 后来 他考上进士 当了官员 听得尽老百姓的意见 成为一名清官 有很多时候 擅作主张 好心办成了坏事 让人悔不当初 做人还是脚踏实地的好 唐朝五周年间 小山村里有一户姓柳的人家 兄弟两人相依为命 这一年 大哥娶妻姚氏 过了不久 姚氏怀上了身孕 哪知道到了年底 大哥在山上伐木时 出了意外 被大树压死 姚氏扑在丈夫身上 哭得泪人一般 二弟柳虫宝比大哥小两岁 承担起养家糊口的重任 没日没夜地在深山里伐木 拿了工钱 他就买回来好吃的 让姚氏补身子 姚氏虽然伤心欲绝 为了腹中的遗孤 他也只好强打起精神过日子 一转眼 到了姚氏的分娩之日 柳虫宝早早地请来吻婆 还把隔壁的大神子请来帮忙 一直等到掌灯时分 胎儿才有了动静 两名妇人在里面忙碌着 柳虫宝站在屋外 焦急地等着好消息 过了好久 也没有传来婴儿的啼哭声 倒传来吻婆的喊声 二侄子 不好了 大嫂难产了 我费了好长的功夫 也没有办法 大神子拖着哭腔说 产妇流血太多 已经晕了过去 婴儿的小脸也变成紫色了 柳虫宝急火攻心 在屋外乱转 猛然间想起了一件东西 那还是三四个月前 他扛着木头下山 遇见了一个老猎人 坐在路边直哼哼 柳虫宝关心地询问 才知道老猎人扭伤了脚踝 老猎人叹息说 年纪大了 不中用了 腿脚不变 眼神也不好使了 一不留神 绊了一跤 伤了脚踝 站不起来了 柳虫宝放下木头 看了看天色 临近黄昏 就说道 老叔 天快黑了 你总不能在山里过夜吧 这样吧 我送你回家 老猎人甘笑两声说 这样不好吧 这不是耽搁你的时间吗 柳虫宝说 不碍事 我把木头放在这里 明天再来扛 既然让我碰上了这种事 怎么可能忍心丢下你不管呢 说吧 蹲下身子 背起老猎人就走 到了老猎人的家里 天已黑定 老猎人要留他吃饭 柳虫宝拒绝了 他还得赶回家里照看嫂嫂 以免嫂子担心 刚走了两步 老猎人忽然喊住他 拿出一个小纸包说 这是一块射箱 既可以当香料 也可以入药 送给你吧 柳虫宝知道这是好东西 就算有钱 在药店里也难买到 当即接过来 带了回来 藏在箱子里 柳虫宝想起来了 射箱可以治难产 他冲屋里喊道 我有射箱 这就拿来 说吧 他跑进屋里 拿来射箱 敲着门说 大神子 射箱来了 这时 屋里扑通一声 接着传来大神子的声音 不好了 吻婆晕倒了 二郎 你快进来 把射箱 让嫂子闻一闻 柳虫宝犹豫不决 说道 大神子 我不方便进来 大神子 急吼吼地说 都什么时候了 就人要紧 还讲什么规矩 柳虫宝 硬着头皮 推开门进去了 拿着射箱 凑近嫂子的鼻子 不一会儿 嫂子醒了过来 陡然生出一股力气 婴儿生了出来 大神子 还在抢救吻婆 指挥柳虫宝接生 柳虫宝一眼 剪断其带 倒提着婴儿 拍了一巴掌 婴儿提哭起来 是个男孩 此时 吻婆也醒了过来 她年纪大了 蹲的时间太长 猛地站起来 头晕目眩 因此晕倒了过去 吻婆拍着胸脯说 还好母子都平安 谢天谢地 不然的话 我的罪过就大了 大嫂忽然哭了起来 大神子赶紧安慰她 她哭着说 二郎 我的身子被你看了 你要娶我 柳虫宝 结结巴巴地说 你是我的嫂子 小叔子娶嫂 不是让人闲话吗 姚氏说 你看了我的身子 就不怕人闲话吗 孩子没有父亲 需要你来抚养 我的身子被你看了 不能就这么算了 于情于理 你必须娶我 大神子看着柳虫宝的迥样 解围说 这是等一段时间 再说也不迟 谁知姚氏说 现在就要把此事定下来 免得以后反悔 吻婆婶子和大神子 就算没人 二郎 就等你一句话 柳虫宝其实心里喜欢嫂子 只是碍于礼节 不敢有非分之想 如今被嫂子逼着表态 只好点点头 声音像蚊子的嗡嗡声一样小 说道 我同意 过了两个月 在吻婆和大神子的见证下 柳虫宝和姚氏拜堂成亲了 唐朝五周年间 小山村里有一个姓杨的村姑 前面有四个哥哥 都已经成家 只有她年过十八岁了 还没有定下亲事 其实 村姑心里早已装着一个人 那就是一山相隔的书生秦问秋 三年前 秦问秋带着书童上山观赏风景 与采摘桑叶的村姑相遇 两人一见钟情 彼此留下姓名 从此后在山顶相会 等到时机成熟 秦问秋向父母提出 要娶村姑为妻 恳求父母去下聘 但是 秦家是书香门第 父母认为 村姑是山野小户人家 两家们不当户不对 坚决不同意两人的婚事 而且不顾秦问秋的反对 为她定下了性位的女子 秦问秋意欲成疾 病倒在床 村姑好长时间不见秦问秋来约会 以为她是复心人 忍不住大哭了一场 从此恨上了秦问秋 但是 爱情这个东西就是奇怪 越是恨越是割舍不下 所以 村姑的心里一直住着秦问秋 媒婆上门提亲 都被她拒绝了 母亲知道 她的小心事 劝她不要如此痴情 秦问秋早就抛弃了她 何必对她念念不忘呢 毕竟生活还要继续 不要在一棵树上吊死 无奈村姑就是听不尽 抱着秦问秋能回心转意的幻想 这一天 四个哥哥和嫂子结伴去赶集 拉着村姑一起去散心 到了集市上 只见石拱桥边有一个算命摊 村姑心里一动 挤进去算命 询问姻缘 算命先生要了他的生辰八字 开始算卦 不由得眉头紧锁 开口说道 奇灾怪灾 你的姻缘注定惊世骇俗 你要和一个死人拜堂成亲 村姑文言脸色大变 破口大骂 算命先生满口胡言 算命先生没有恼怒 继续说道 你别生气 且听我说 你的丈夫已死 明早你带人去挖坟 需要如此这般 村姑还是不可置信 算命先生说 你如果不按照我的话去做 过不了三个月 你就会去地下 与他相见 在阴间婚配 此话把村姑吓住了 询问应该去哪里挖坟 挖谁的坟 算命先生说 你的缘分是上天注定的 你不要问 到时候 自然有人会告诉你的 村姑半信半疑地回家了 吃晚饭时 她把此事对家人讲了 家人也都觉得不可思议 劝她不要听算命先生的 再说了 此人是谁 埋在那里 也不知道 这时 隔壁的大爷来串门 闲聊时 说起秦问秋已经死了 今早下的葬 就埋在后山 她早上上山打柴时遇见了 原来 秦问秋卧病在床快要三年了 眼看就要不行了 父母就和魏家相商 早日迎娶魏氏冲喜 魏家答应了 秦问秋的父母又对秦问秋撒谎 说是已经和村姑定了亲 一个月后就完婚 秦问秋大喜 精神好转 一转眼 到了迎亲的日子 迎亲的路上 她发现方向不对 逼问老仆 才知道迎娶的不是村姑 她当即大叫一声 从马上摔落下来 气绝身亡 迎亲的队伍赶紧抬着她回来办丧事 听到这里 村姑猛地站起来 欣喜地说 就是她 就是秦问秋了 你们一定要帮我 家人文言 开始相信算命先生的话了 村姑讲了算命的事情 恳求隔壁大爷带路 大爷热心地答应了 村姑当即行动起来 按照算命先生的吩咐 准备了香烛火纸 捉了一只大公鸡 叫上四个哥哥 在大爷的带领下 来到了秦问秋的心坟 村姑点上香烛烧了火纸 四个哥哥开始挖掘 打开棺材后 他们把秦问秋抬出来 村姑杀了大公鸡 滴入三滴血进秦问秋的嘴里 然后把大公鸡放进棺材里 重新填土埋葬了 父母和嫂子们 早已在家里贴上了喜字 将村姑的房间布置成了新房 他们回来后 两个哥哥一左一右 嫁着秦问秋 和村姑拜了堂 然后送入洞房 到了半夜里 秦问秋醒了过来 据他说 他到了阴司 判官对他说 你已经得偿心愿 和村姑拜堂成亲了 你回去吧 说吧 上来两个小鬼 抓起他使劲一扔 他就醒了过来 秦问秋的家人 早已心生后悔 如今听说他复活了 喜不自胜 同意他和村姑结婚 秦问秋带着村姑回到了家里 唐朝五周年间 小山村里有一个放羊娃 姓长 人们变换他为长羊娃 他从小父母双亡 姓马的财主可怜他 收留他当了放羊人 好歹能有一口饱饭吃 年底还能拿到几百文钱 人们都夸姓马的财主是菩萨心肠 这一天 长羊娃在后山放羊 忽然看见一个人 浑身血污 跌跌撞撞地跑了过来 到了长羊娃面前 一下子晕倒在地 长羊娃赶紧叫醒他 搀扶起来 那人虚弱地说 我被人追杀 救我 长羊娃连忙答应下来 将他搀扶到一个山洞里 隐藏了起来 这一个山洞很狭小 也很隐蔽 只有长羊娃一人知道 去年秋末 一个小羊羔走失了 长羊娃寻找小羊羔时 无意中发现了这一个小山洞 把那人安置在山洞里后 长羊娃擦拭吊身上的血迹 又回到羊群身边 这时 过来几个官差 询问长羊娃有没有看见一个受伤的人 那是官府正在追捕的大盗 长羊娃摇头说没有 傍晚时分 长羊娃赶着羊群下山 吃晚饭时 他偷偷地葬了两个煎饼 带着一壶水和一件就棉袍出去了 到了山洞里 他给那人吃了煎饼喝了水 然后把棉衣垫在地上 检查起那人的伤口 发现那人受了三处剑伤 好在都不是要害之处 第二天一大早 长羊娃跑到行医的老爷爷那里 奢欠了几粒治疗跌打损伤的药丸 他把羊群赶上山后 拿着药丸和干粮 到了山洞 把药丸化成水 涂抹在伤口以后 长羊娃询问起那人的身世和来历 那人叹息说 我不是官府所说的大道 也不是坏人 请你相信我 我是一个好人 来日方长 你的救助之恩 他日一定相报 在山洞里休养了十多天 那人在一个晚上不告而别 又过了几天 一群官差突然闯进了长羊娃的家里 将他捆绑起来 询问那人的下落 原来 官府的密探一直在附近打探那人的消息 当他们听人反应 长羊娃总是在晚上上山 起了疑心 便抓住他审问 长羊娃咬紧牙关不说 官差们便将他抓到官府里 动用了大刑 长羊娃小小年纪 受刑不过 只好招任了救助那人的事实 官府便以通匪的罪名 判处斩立绝 在押妇刑场时 围官的人群中 有一个算命先生 仔细地端向了长羊娃一番 说道 这是大妇之人哪 旁边有人嘲笑说 他就要被砍头了 难不成是在阴间里当妇人吗 算命先生正色说 他是阳间的妇人 这一次死不了 众人不相信 认为他在胡说 算命先生也不辩解 挤出人群扬长而去 长羊娃被处死后 尸首被扔在了乱葬岗上 姓马的财主得知 派人把长羊娃的尸首抬回去 把脑袋缝在尸体上 准备安葬 没想到 长羊娃突然坐了起来 居然活了过来 行医的老爷爷得知 赶紧拿来药粉 涂抹在长羊娃的脖子上 又熬了定魂汤 让他服下 姓马的财主让人把长羊娃送回家里 派了一个老妈子侍候 并叮嘱众人不要泄露消息 但是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 过了一段时间 官府得到了长羊娃复活的消息 不过 此时那位的官差已经走了 官府也就不再追究长羊娃了 原来 那人是一位王爷 因为不满武则天的专权 私下里说了许多大不敬的话 被那位人员打听到 上报武则天 武则天大怒 以谋逆大罪超了王府 好在王爷不在王府 得到消息后 在护卫的保护下 向西南逃去 逃到此处时 王爷被那位人员追上 好在几个护卫拼死抵抗 才让王爷逃脱 但是 他受了剑伤 行走不便 幸亏遇见长羊娃的搭救 他才逃到西南躲了起来 几年后 武则天死了 唐忠宗继位一年后 为王爷平了反 恢复了王爷的爵位 王爷为了报答 长羊娃的救命之恩 送了许多金银财宝给他 长羊娃有了钱 便出去经商 有王爷的护佑 十几年下来 他成了巨父之人 县城里的五条街 有三条是他的 当然了 长羊娃也没有忘记 姓马的财主的恩德 认他为干爹 逢年过节 带着重礼去看望他 姓马的财主死后 他以孝子之礼为他送葬 并且一直帮衬着马家后人 给他带着马家后人 和来说 向不诚 除了